感恩您点击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蒜香蜂蜜烤鸡腿肉食谱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没注意好烤鸡排的时间随意外皮烤焦了 但不影响美味鸡肉还是美味多汁哦 一起来烤鸡腿吧 蒜香蜂蜜烤鸡腿肉 材料有五股鸡腿、土豆、红萝卜、玉米、蒜末、姜 把鸡腿切磨 下蒜末 下姜末 可以用叉子插孔 以于加快腌制入味 扎匀后腌制至少30分钟 玉米去皮备用 红萝卜 切成小粒 红萝卜 切成小粒 玉米切断 烤盘铺上铝箔纸 铝箔纸上 淋上食用油 倒入土豆和红萝卜 随意撒上咖喱粉 淋上食用油 然后拌匀 烤盘铺上铝箔纸 鸡肉腌制好了 鸡腿排好 烘烤 烘烤15至20分钟左右 鸡肉到 summit 鸡肉 Organiccl тур wound 烤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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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鸡的酱汁可以倒在碗内 随意淋酱汁在烤中的蔬菜上 蒸烤模式烤出来的食材口感不会柴 很好地保持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味道很好吃哦 摆盘组合起来就可以开吃了 简单就做好一餐了 有肉有蔬菜很满足哦 鸡排可以提早腌制好 要吃的时候就能随时烤来吃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 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啦 感谢观看